重大坠机意外 这是空军第七连队的一架F-51战机 上午在台东执行人物 但是起队不到两分钟 竟然突然坠海起火 以此是发动机故障坠海 这位战机的飞行员 他才29岁 是空军上尉朱冠萌 跳伞落海 国军出动了飞银直升机 跟海巡艇要吊挂搜救 但是将它紧急送一之后 抢救无效 最后不幸殉职 第一次要当一位飞行员 这是他跟自己20年的约定 而朱冠萌还有音乐天赋 他加入了支航基地乐团 创作了一首歌叫做《蓝天》 要用生命来守护家园 快一下子就硬切到小货车的前方 货车驾驶赶紧要切到外车道来避开 没有想到这辆名车也跟着切了出去 完全没有礼让 结果导致货车失控 撞上了护栏帆覆 而肇事的名车竟然就扬长而去 大人街在今天清晨发生了火警 这一栋三层楼的公寓 疑似是瓦斯气爆 全面的燃烧 而且中间不断的传出了爆炸声 一位住在二楼的79岁独居老人 来不及逃生 最后命丧火窟 这起火灾已经造成了 一死一命危 还有多人受伤 详细的起火原因 现在还在理清 这久了 竟然动手推 问讲 在台中有一位计程车司机 就载到了这名罪汉 对方上车之后 不停的怒骂脏话 还大力的推问讲 也拒绝下车 不停的问 你叫什么名字 没有遇过这种司机 最后司机气得报警 但是也决定 要等对方清醒之后 看他的态度如何 再看是否提告 这可是攸关 所有乘客的安全 因为运安会说 要是断轨的裂缝 大于火车轮胎的半径的话 加上高速列车行进弯道 这很有可能会酿成翻车意外的 然而对此 截至新闻结稿之前 台铁局都还没有做出回应 乘客难以放心 记者杨氏旭 林恩如台北报道 外送员抢单 竟然会害死一条命 在新北市树林 有一位外送员 因为赶着抢送下一单 在路口 他没有打方向灯就回转 结果撞倒了另外一位女骑士 19岁的女骑士 庐内出血 在送医8天之后仍然不治 她的父亲在脸书开直播 悲痛的回应爱女 说等不到奇迹 只好忍痛放手 谢谢女儿陪伴她 18年的时间 又新证实 误把三个人的检体措置 才会造成大陆江苏台商 确诊这是一场大乌龙 但是严重的防疫疏失 是否盗窃 指挥官陈时中没有回应 而在昨天的记者会上 确保原因指向是 实验室人员的疏失 这可是让负责采样的 当事医学中心很不满 根据平面媒体的报道 医学中心内部主管直呼 指挥中心根本是在卸责 简体可能是在运送的时候 标签贴纸脱落 但是陈时中回应 标签要脱落是很难的事 四月全球 尤其在欧洲国家 已经进入了第二波的爆发潮了 不少国家药厂 投入了新冠疫苗的研发 希望可以让疫情控制下来 台大公卫学者分析 如果要成功阻断避免新冠大流行 在无需社交距离等防范措施的情况之下 估计疫苗需要至少70%的效益 而且要有75%以上的接种率 也就是说全台湾 大约有1725万人接种 才有望达到完全免疫的效果 路边帮忙阿嬷整理资源回收 不过最后还是被带回警局 他的酒册值高达0.33 北宋地检侦办 家长宝贝的制装了 不过在选购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 台北市商业处抽查了市面上150件 万圣节的相关商品 整体的不合格率将近有一成 而商品多半只有价格 没有完整标示 已经要求在一个月内就要 谢勤改善 打扮之余避免购买来路不明 品质勘律的玩具商品 才能玩得尽兴又安心 旧张老婆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今年第19号 清度台风天鹅在凌晨2点已经正式生成了 而第18号台风莫拉飞同一时间 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气象局预估天鹅未来会往南海行进 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就是东北风了 东北风在昨天晚间增强 北台湾云量也增多 不定时还会下阵雨 这波冷空气最强会在礼拜六清晨 到时候不排除气温要下炭到16度 古造势突然有一架不明飞机闯入了现场临时禁飞区 而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也随即派出了一架F16战机来拦截 川普当下暂停了演说 他说这是空军送给他的惊喜 新闻自由 不管是国会参议院或是FCC都不能插手媒体报导内容 包括在新闻或评论上的选择及呈现方式 因此社群巨头一再主张美国通讯端正法第230条 希望政治人物不该插手网络内容 记者叶利伟综合报导 印尼的科莫多国家公园这里有濒临绝种动物的科莫多巨蟹 法规可以合法开上路 但是每辆车可是要超过1300多万 分店超过7000人可靠团队 助商不动产 开启家的美好可能 带来关心天气 第19号台风天鹅生成了 但是是往南海移动 所以看到它对台湾其实并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台湾主要受到的是东北风的关系 各地的气温偏凉 18到21度 尤其是北都会感觉到特别湿凉 而在中南部呢 则是有32度的高温 早晚温差大 要提醒特别注意了 下雨的情况 今天东北风增强的关系 所以北部你看到东半部都是天气 有点不太好的 容易下雨 但是是小雨 毛毛雨等级 而中南部虽然是多云道晴 但是中午过后还是容易有短暂正雨 所以出门要提醒大家 早晚偏凉 还是要攜带雨具 详细的天气提供给您 好 好 OK